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平凡的生活中感到满足 这样的人超凡脱俗 临下于平凡人之上 开心快乐就会成为他的常态 能做到知足者常乐者 不仅自己的生活幸福快乐 家人 亲戚和朋友也会潜移默化 受到他的感染 成为一个精神丰富的人 可是世上很多的人都做不到知足常乐 他们贪得无厌 欲求不满 得到了还想得到 却从不肯舍弃自己的一点东西 用来交换 这种人的一生 无疑是争吵不断 烦恼不断的一生 小丽就碰到了这样的一个人 而这个人却是她的婆婆 婆婆也是她家当中那本难念的经 小丽的老公李海洋 有一个小她两岁的弟弟 也就是小丽的小叔子 小叔子今年26岁 正打算娶个媳妇 可是这么多年出门在外 没赚到多少钱 房也买不起 财力也拿不出 小叔子只得跟自己的母亲讲 母亲身上一共就只有三万的家当 这让小叔子和母亲两人犯了难 于是母亲便把盼头指向了自己的大儿子 李海洋 李海洋没读过书 15岁就保出去打工 今年28岁 因为人爱说话也有商业头脑 13年也混得有模有样 13年里 李海洋不仅成了公司的股东 还碰到了小丽这样的媳妇 小丽知道李海洋是个好男人 所以结婚的时候 没要一分财力 当初 她也是跟着李海洋打拼过来的 夫妻俩在外面吃了苦 父母都不知道 小丽和李海洋刚结婚的时候 李海洋因为在外面 通知了自己的父母 但是父母先太远 也没有去参加她的婚礼 更别提出多少钱 让他们结婚了 而小丽这边却瞒着自己的父母 因为小丽怕自己的父母不同意 因为当年李海洋实在太久了 等到李海洋终于干出了一点事来的时候 小丽才带着李海洋回家见了父母了 没想到岳父岳母对李海洋还非常好 认为她是一个不错的优秀青年 除了责怪自己女儿像老两口隐瞒婚事之外 岳父岳母两人简直把李海洋当成了亲生儿子 李海洋受到岳父岳母的夸赞很意外 更让她无比吃惊的是 岳父岳母家里特别竟然有钱 他们名下的房子有六套 还开了两家公司 岳父是公司的董事长 而小丽的父母又没有儿子 只有小丽这一个独生女儿 虽然李海洋感到万分惊喜 但她绝不是那种啃老族 所以岳父岳母家的事情 李海洋也没有告诉自己的父母 恰巧小丽知道小叔子要结婚 就跟自己的老公商量 说送小叔子一套房 李海洋也爽快地答应 非常感谢小丽这种帮助自己家人的行为 小丽的宽宽大度 让李海洋暗自庆幸自己没有去做人 于是小丽俩夫妻在当地的县城 买了一套婚房 决定在小叔子结婚的时候 给她一个惊喜 可是就在小叔子结婚的前一夜 婆婆把小丽拉到房间 开始说起小叔子结婚的事 提出婆婆不好意思直接说 小丽也行之杜明婆婆的想法 并表示自己会在小叔子的婚礼上 送她礼物 婆婆根本不懂什么礼物不礼物 她想要的只是钱 而她心里所认为的礼物 可能就是一个大红包 或者是一套家电 所以婆婆一直死缠烂打 小丽也不想这么早就把自己的惊喜说出来 一直在跟婆婆打哑咪 最后婆婆终于忍不住了 对着小丽说 我大儿子赚的钱都在你那儿管着 这么多年她也赚了不少钱 你弟弟现在结婚 不要什么财力 要的就是钱 你给她二十万 我这儿正好也有几万 让她在城里买个房子 做个首付 婆婆这话简直让小丽哭笑不得 但这也让小丽突然喊了心 但是她并不想把婆媳关系闹僵 于是小丽跟婆婆说 我这礼物绝对让小叔子满意 婆婆见到小丽还在投笑 因为是小丽不当回事 婆婆这时候发怒了 对着小丽说 你别在这儿跟我打哈哈 我儿子赚的钱总得拿出来养我的老 你不给我 我就让他给 小丽这时见婆婆真的生气了 只好将自己给小叔子买房的事情 告诉了婆婆 于是小丽对婆婆说 婆婆你先别急 你赢干嘛要二十万 我跟海洋在城里给弟弟买了套房子 付的是全款 正打算当礼物 在她结婚当天送给她呢 婆婆听到这儿 突然羞愧难当了 然后从床上站起来 低着头 一直向自己的儿媳妇小丽道歉 说自己消毒机场 这婆媳俩的声音越来越大 被李海洋听见了 李海洋也跑了进来 最后小丽把事情告诉李海洋 三人小作一团 最终婆婆和小丽的关系 也拉近了一步 婆婆几乎把小丽当成 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 小丽也把婆婆当成母亲 小丽是个知足的人 她也是一个大方包容的人 在她眼里 婆婆是自己丈夫的母亲 虽然小丽心里 对婆婆这种做法不舒服 但她没有在明面上说出来 也没有斤斤计较 她也原谅了自己的婆婆 对小叔子的偏爱 小丽的做法很巧妙 而不是去追求所谓的公平 她知道所有的父母 往往一碗水很难端平 但一个人只要知足 用自己的心去感化另一方 相信对方不是石头做的 总会被融化 有时候我们似乎 太把自己当回事 太斤斤计较父母所谓的公平 如果人们看透了婆媳关系 本质上婆婆对儿媳妇 并没有义务 既没有法律约束的情形 也没有水乳交融的情形 事实上只是两个陌生的人 被安排在一起生活罢了 如果只因自己的丈夫 是她的儿子 那以为了要求婆婆做到公平 这反而是一件不公平的事 从法律上来讲 父母对子女的养育 只在18岁之内 18岁之后 子女就没有了养务权 但此时子女 却对父母有赡养责任 当我们的父母 还没有老到需要我们赡养时 就应该心存感激 至于老人有能力 他该对谁好 那是他自己的自由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请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